巴沙能量超能量 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那是来自我经纪人的吐槽 没有一张看得清的剧照 就认不出是谁 要不是这个政治这个角色呢 非常的有特点 有自己的个性 大家确实很难找到他的哪里 其实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我买了一个脚踏车 就是放在房间里 然后每次出发前 我就休息 我踩一会自行车 因为是训练嘛 我都是带着那个护膝的 因为当时唯一比较困难的是 它那个水袋真的特别重 包括打水枪 因为打水枪还好 你是可以靠双脚去支撑你的身体 抬那个两只手抬那个水袋 你是需要奔跑 提的很重的东西奔跑的就负重 就是去克服吧 我觉得没有办法 这个角色我真的是特别的喜欢 特别的爱这个角色 真的是向伟大的小方圆致敬 所以我觉得这点困难 对我来说是可以克服的 当然不可能就是说 真的砸到满脸血去拍 就是这也没法拍了 就得上医院了 当然是确实有砸到 当时我就记得我 我牺牲的那场戏 我真的觉得尝试了很多种感觉 因为想尽量去还原当时消防员 面临的那种真实的情感 然后还有我记得一个镜头是 肢体动作对我受伤的腿要求很高 砸完了以后我要一个转身 然后倒在地上 当时那个腿也不是很方便 然后呢我就记得我 转完以后回手 我戴的那个手套 因为我怕摔在地上 砸完了以后 我就撑了一下地 结果那地方正好有个很尖的石头 就直接处在我这个手里 那我这个手 我当时我记得疼了很久很久 现在才慢慢好起来 投入之前还是要 注意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安全第一 我真的从垃圾分类那天开始 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上海 有看了 但是实在太多了 干垃圾 我不吃小龙虾 我从来不吃小龙虾 干垃圾 那废纸是什么垃圾 干垃圾 除了这两个之外 不知道别人是吗 可回生垃圾 哦 看我粉丝做的什么视频 你怎样吃的 看过很多啊 我觉得 好像我粉丝做的视频 就比较好的 我都有看过 所以我没看见到 我只看到一些很多人 啊 当然我觉得追星是一件 很快乐的事情啊 为什么要看到粉丝做的视频 也会落泪啊 因为就很开心啊 就就很骄傲啊 要从不同的面去去去看待这个事情 那上海的音乐是什么 上海的音乐是什么 上海的音乐 好像每天天见都下 快了吧 因为因为可能我这个人有点 就是哎呀 这我说实话 音乐公司都可能被我搞得很烦吧 就是 就是我我对自己就是 音乐方面就想做 可能就是要做到自己想要的那感觉 因为之前已经其实都录好了 这就是很很尴尬了 就是自己不是那么懂 但是我听过很多就是流行的音乐 就是我希望加些更流行的音速进去 辛苦他们了 就是我只能描绘一个大概 他们应该被我逼得很难受吧 我本次来说 横店的夏天在哪里 我已经在横店待过四个夏天 所以呢 今年夏天应该是不会去横店了吧 哈哈哈 我当时在上海做康复的时候 哎呀我想 不是很热啊 夏天还好啊 后来想一想 真的是 有没有出门 那最近有没有 就是推荐的书或者电脑 最近看了一本书 叫《蚂蚁帝国》 人物看了一半 嗯 看完 电影都看了好几个 看了一个叫 《人传》呢 啊 我最近也在看那个 《长安十二时辰》 我最推荐的一个 《烈火英雄》 最推荐 当然大家去看《烈火英雄》啊 先来第一个天选之子 我有你没有的技能是 我有你没有的技能是 好 太短了 太短了 这个 你看我手指头可以这样 了解解释饭圈用 A爆了和生图 A爆了就是 就是 暂暴了的意思 生图就是 没有修过的图 太 太easy了 真的 对 其实我老逛半球 莫文蔚的阴天 孙燕姿的雨天 周杰伦的晴天 都不如你的心田 不行没有我这个好 那天景我再想一个 好 好 莫文蔚的阴天 孙燕姿的雨天 周杰伦的晴天 都不如我和你的一天 厉害厉害 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个作品 一个角色是 就是 我觉得就是 最近就 《灵灰英雄》里面的争执 刮风这天 我试过握着你手 但偏偏 风渐渐 把距离吹得好远 好不容易 又能再多爱一天 但故事的最后 你好像还是说了 拜拜